马航MH370客机事件与沙巴仙本纳绑架案 对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影响逐渐显现 马来西亚旅游业者表示 即将到来的中国五一黄金周期间 前往马国的游客将锐减七成 未来半年应该也不会大量回流 马来西亚女导游协会14号表示 5到10月是中国民众的出游旺季 但中国防马旅行团量却比去年同期时减少约七成 并影响近四成华语导游的生计 该协会负责人称 由于马国连续发生旅游方面的事故 所以马国不再是中国游客的首选 多家旅行社从中国方面的旅行社得知 允许退款的旅行团陆续收到退款要求 马来西亚当地一家旅游交通业公司则表示 马航客机事件间接导致其损失约五成生意 此外中国广州及深圳各大旅行社 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前往马来西亚的团 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五成 一些旅行社负责人表示 中国所有旅行社早在三月就开始为五一黄金周备战 但今年因为马航事件 因此业者不会特别介绍马来西亚行程 一黄金周期间前往马来西亚行社负责人 一黄金周期间前往马来西亚行社负责人